另外呢有人說這個菲律賓 現在是不是要打腫臉充胖子啊 因為這個小馬可是 批准了該國軍隊現代化第三計畫 第三階段的計畫要購買這個潛艇 好另外呢還要來關心的是 中國速度的部分呢 大陸第九艘055即將下水了 好當然大陸自媒體的分跡是 美國的海軍現在已經徹底 追不上中國海軍了 我想我先從這個055 來做跟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今天比較深入一點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055強在什麼地方 他第九艘有人期待有沒有電磁炮 那事實上後來發現好像沒有 還是傳統的這個13洞口徑的箭炮 那事實上他不需要電磁炮 我個人認為電磁炮你打出來還是炮彈 只是他沒有不是用藥包 把這個炮彈彈頭推出去 他用的是電磁的方式 那我覺得現在第九艘055 就是055所有055系列 他強在哪裡 他除了說他有122座的垂發系統 我覺得一般來我們要知道 說一種武器來講 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得到敵人 對不對知道敵人在哪裡 但他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他的雷達是很厲害 我今天特別要跟各位介紹什麼叫做 項控正位雷達 我先給大家看一張這個圖 這是兩滴水滴 滴到水面上面就會產生波紋 那雷達也是這種道理 就是會產生波紋 那波紋如果說同時滴兩滴的話 他在中間那邊 他就會形成一種互相的一種干擾 互相抵消掉或幹什麼 就會有一種干擾 那項位是什麼呢 項位就像這樣子 如果說是我有兩個 我有兩個這個雷達波打出去來講的話 如果不同時間打出去來講的話 他就會產生這個波紋來講 他就會有誤差 這種誤差就是所謂的項位移動 我們所謂正控項位雷達就是這個 然後再來我們再看第三張圖 如果說我有很多個這種雷達波 雷達電子元件打出去這個波來講的話 然後從不同時間打出去 我們就會看到 他不同時間打出去 因為這個波紋的不同的時間 產生彼此的這種波紋症狀 由這種計算來 經過電子大量的計算以後 我們就可以推出出來 我們要徵收的目標遞跡在什麼位置 這叫做什麼 這叫項控正列為雷達 那美軍有沒有這種雷達 有 但是他的康乃迪克羅多加 這種巡洋艦 他用的是無緣項控 那這個055用的是有緣正控 有緣正控跟無緣項控 差別在哪裡 無緣就像什麼 就是我拿望遠鏡去看而已 我要看到敵人傳出現以後 我才可以看得到他 我不會主動發射一個信號去找他 那有緣正控就是 我會主動去發射一個信號 去找到敵人傳在什麼地方 這叫有緣正控 就是我會主動 然後這個美軍來講 他軍艦上面的雷達系統 他因為比較老舊 所以他還是無緣 他不會主動去尋求敵人 那我覺得055他強強在這邊 那這種雷達有什麼好處 我們一般傳統雷達來講 就是跟望遠鏡一樣 你要看遠的話 你望遠鏡一定要做得很大 你才看得遠 但你那麼大雷達 做這麼大來講的話 你就影響到船隻的艦載 還有他的電子機械的 一種運作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很小的雷達 但是他可以看到 四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所以就要用這種 相控正位雷達 這就是相控正位雷達 他主要的目的在這個地方 那除了看到之外 我還能夠鎖定它 這就很厲害了 就是我還能夠鎖定這個目標 同時看很多目標 同時鎖定它 那鎖定之後 我就可以發射我的飛彈 去攻擊這個目標 那我們再來看 菲律賓現在來講 他要買這個潛艦 我覺得是賜人說夢話 我直接做一個結論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我想說我以三種球 來代表陸海空三軍 陸軍喜歡打的是橄欖球 我陸軍最有名的是橄欖球 跟台大每年在那邊 這個大戰盃的時候 拼著你死我活的 為什麼代表說勇猛 勇往直前的精神 那空軍打什麼呢 空軍打的是籃球 就講究個人表現 我們不管看美國的NBA籃球賽 我們經常會有明星球員出現 他講究個人表現 我戰鬥機在天空上面 我作戰 我講究個人的一種表現 突出的能力 那海軍是什麼球來代表 海軍是足球 你看他不會講究說 一個個人的表現 他講究是一個團隊的精神 那你光是說潛艦有什麼用 就像是你有梅西沒有用 你光有梅西 其他球員沒辦法跟你配合 他們不會把球傳給你 或是守名員很差很爛 來講的話 你一樣你雖然說功率在強 你可以進球很多 你守名員很爛 你一球都擋不住 那你是不是也是敗 所以足球就像是海軍 那潛艦就像是其中一個隊員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隊員 來跟你配合 不管是守名員 或其他前鋒後衛 來跟你配合來講的話 你這場比賽下來 你還是會失敗 那菲律賓現在來講 你光買潛艦 你所有水面的戰艦 空中的飛機或地面的預警系統 什麼都沒有狀況之下 尤其是你沒有整套系統 我們知道海底是你 潛艦在水裡面 不是在海裡面開船 你是看不到 你必須要靠聲紋 這個音波 來定位你自己船 來了解海底的地形 所以為什麼說 美軍現在三不五時到南海 來做一個偵測探測 他就查海底的地形 那前陣子美國有一艘潛艦 不是觸礁撞到了嗎 他就是不了解 南海地形的觸礁撞到以後 撞壞 回去修了 現在還沒有修好 所以我們知道潛艦作戰 沒有我們想像中 這麼容易的事 好 接下來我問一下亮哥 亮哥包含這個俄烏的部分 烏克蘭說 他們摧毀俄軍的飛彈護衛艦 當時還炸出了這個殉狀雲 另外中俄防長有舉行視訊會談 但是大陸的網媒有說 美方如果想要跟這個 新任的中國防長來對話 至少恐怕還要先過兩關 因為之前都有尋求一些這個 希望能夠敲磚 但是都沒有成功 好 在鴻海的部分 現在中國已經不忍了 傳出他們派軍艦 為船隊來做護航 因為已經讓他們這個經濟 受到了一些打擊 還包含了這個路透社的報導說 印度已經在鴻海 以東部署了至少12艘的軍艦 好 這個呢 是最大規模的兵力部署 前所未檢 中華海軍可能是幫 這個運中國貨物的外國船隻護航 對啊 因為中國註冊的貨輪本來就不會被打 那他為什麼要出手 不是啊 因為有一些可能是在中國貨啊 然後他從東南亞出去啊 那這個胡賽武裝怎麼會知道 而且新加坡我講白了 他還派海軍參加美國那一團 所以胡賽武裝當然不會對新加坡客氣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御堂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最重要的時間 最重要的時間 也很快 先給你一次 健康又下單 瀝尼物 你可能要適合 你可能要適合 你也不能適合 我沒有適合 你應該有適合